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的就是因为它显现的是一个母像 很简单 就是说观音菩萨在西藏显为男像 男生像 在中国显为女生像 所以有很多不明白佛教的 他们讲说佛教观音菩萨不好 他不男不女 确实我不是骗你的 上YouTube每次是会看到其他宗教的人批评 他不明白 他是看外向的人 看外向的人 我们要了解外向是象征性的 其实绿度母自己是纯阴吗 是纯母吗 不是 他也是显为一个母像 如果你的女朋友是绿色的你会怕吗 绿度母全身绿色的你会怕吗 你的女朋友绿色你会怕吗 绿度母是显为一个绿色的肤像肤色 其实它真的是绿色吗 它是真的是绿色吗 也不是 显为绿色 因为绿色代表什么 是代表五行中也代表是树木 因为金木水火土 长得最快是什么 木 对吗 它会自己长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 为什么又是绿色 因为在绿色 它们是代表风 代表气 很快 绿度母又显现 你看它的右脚是出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打坐 右脚放上去 坐久会麻吗 绿度母就说 我们现在有什么人 有什么痛苦 求哀 忏悔 真心成立的去 叫它 它就是 为什么显了一个母像 也就是讲说 它会变成一个 好像一个母亲这样 孩子 叫妈妈 妈妈一定会去做的 我像他们在外面 没有什么人 íbор 在这里 根本就说 那么 感谢观看